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弗拉戈纳尔是洛可可艺术重要的代表人物 1732年4月5日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商人的家庭 1738年随父亲移居法国巴黎 1747年父亲送他去律师家当学徒 但他无意于律师职业 于是到了夏丹画室学习绘画 这位浮躁的青年对夏丹的朴实画风毫无兴趣 夏丹呢也嫌他没有出息 说他是整天爱在巴黎闹市 私混的无可救药的浪子 1748年他看到布雪的作品 深深被吸引因而转头到布雪的门下 那一年他16岁 4年后呢他20岁 开始自立门户 可以说是布雪的学生和继承人 1756年他获得皇家奖学金赴罗马法兰西学院 深造两年 耳后游历考察意大利的艺术史基 仔细地研究过提埃波罗等大师的作品 1761年返回巴黎 不久就被选为皇家美术学院的院士 1765年他在沙龙展览高尔索斯和卡丽和耶 受到了格外的重视 被画坛奉为当年最好的画 并因此而获得一间在罗浮宫内的画室 使他成为当代历史化的大师 1767年之后他不再参加沙龙展 为了迎合诗人的顾客之所好 大部分的作品都以调情的画面 田园的风景以及装饰画为主 并呢因此而闻名狭尔 秋千呢就是这一个时期最典型的作品 这些细耍的画面充满了愉悦 却不流于低俗 弗拉格纳尔呢是个令人感官愉悦的画家 在他的作品中呢可以发现许多技巧的变化 和各种不同的媒介 不仅呢受到布雪和意大利的艺术 甚至还有来自北方的卢本斯的色彩 和林布兰的明暗法的影响 这使得他能立足于广博的艺术精华的基础 无论是以油彩 水彩 墨水渲染 白鳄或中国墨等来作画 他在即兴的速写中 捕捉人类欢愉情绪的才华 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们现在一起共同来欣赏 他的两幅著名的作品 鞦韆与读书的女孩 1767年 他受到圣朱利安男爵的委托 完成了鞦韆这一幅名作 这是一幅被公认为 弗拉格纳尔最成功 最受喜爱的作品 男爵想要一幅情妇的肖像 但特别要求画中的情妇 被主教推到鞦韆上 而他正好抬头看着情妇的群底 当时大多数的画家 都回避这项任务 但弗拉格纳尔高兴地 承接这个案件 毕竟描绘感性放纵的场景 是他的创作特色 鞦韆本身充满了 无与伦比的欢乐和狂喜 一位年轻女子身穿蓬松芭蕾舞裙 粉色连衣裙 坐在象征甜美的红色座垫上 飞荡穿过西衣书的树叶 直到她将粉红色高跟鞋 从脚上踢下来 让下面欣喜若狂的身世 看向他的群底 也就是说 偷窥群下春光的年轻男子 正与鞦韆上的少妇 眉目传情 背后的老头却一无所知 只有小爱神看出来了 伸出食指提醒 在当时鞦韆被认为是 不忠行为的象征 这位女子将高跟鞋踢出 让看到她双腿的男子心烦意乱 这等于公开女士 与两男之间的轻浮游戏 她甚至有意地将鞋子 朝向拥有天使翅膀的 雕像的方向 而痴迷的男子呢 则伸出了充满性暗示的手臂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从画面的其他的配置 看到更明确的象征意义 位于被戴上绿帽的老公前方 有一只小狗 小狗是忠诚的象征 他朝女士秋千的方向 吠叫 以示警告 但老公却听不见 此外 老公的右方 有着两尊天使雕像 皆朝着 丘比特的方向看 丘比特 则风趣地 抬起了手指 嘴唇 发出 虚声 接着下来 我们再继续看 弗拉格纳尔的 《读书的少女》 这一幅画 以直率 挥洒的笔法 简洁 盖瓜地 显露出 画家的才情 和艺术的功力 少女 侧面而坐 眼帘低垂 似乎 十分沉浸于书中的世界 以单只右手 捧着书本 端正的坐姿 完美地将 弯起法的头部 颈向 与贴合着 松软靠枕的背部 勾勒出 优雅的侧面身影 仪态万千 典雅而又文静 橙黄色的洋装 最以白色 蕾丝花边的领口 与盘结于 发配上的紫色缎带 更是相互灰映 色彩的抒情表现力 恰到好处 衣裙的金黄色度 是饱满的 它增强了整个少女形态的魅力 青春的美 与视觉上的愉悦 是统一的 顺着少女专注的眼神 看去 握书的右手 如蓝叶交错 自然而富有表情 那是画家 以最简洁的笔法 一挥而旧 整幅作品 笔法利落 挥洒 自如 一气合成 读书少女的优雅神情 耀然而出 这幅肖像画呢 在技法上 已被法国著名美术史家 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 列入法国 十九世纪 油画高手 格罗 德拉克洛瓦 等人的行列 并且说 他是法国肖像艺术的一位 真正的先驱者 现在 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 洛克可风格 最著名的另一位画家 华多 华多呢 出生于法国 是在接近比利时国境的 瓦兰谢纳 一个乡下的工匠家庭 性格孤独 家境 贫困 但是呢 他对绘画有兴趣 十岁时 便在当地的装饰画匠 谢兰的画室 当学徒 十八岁到巴黎 最初在圣画商店 担任圣像画的着色工作 辛勤度日 十九岁呢 他就抱定决心要当一个画家 而李一家到巴黎去学画 并且呢 跟随剧院的舞台装饰家 吉罗特 到他的门下来学习 意大利式的这种 即兴面具 喜剧式的舞台画 华多呢 在吉罗特身边期间呢 常在剧院和街头呢 来观赏戏剧 以及杂耍的表演 并且做了很多的写生习作 这些学习呢 后来都成为他绘画中 不可或缺的要素 而后呢 华多又成为当时 巴黎卢森堡公的监理 奥德隆的助手 在这个期间呢 他学会洛克克风格 图案的装饰 并且呢 潜心研究 宫里面呢 珍藏的卢本斯的 二十二建筑画 玛丽麦迪奇的故事 卢本斯的鲜艳色彩呢 和奔放的笔触呢 带给他极大的影响 华多二十九岁的时候呢 就成为美术学院的院士 从此呢 德乙呢 进出宫廷和上流的社会 将贵族的洛克克式的生活和趣味呢 描绘下来 华多早年呢 就感染了肺病 一七二零年 他曾经到英国 请伦敦的名医呢 为他医治 但是病况仍然恶化 他只好呢 回到巴黎 一七二一年 他的亲友杰尔桑 开始经营 画商的生意 他依据自己的构想呢 为杰尔桑的画店 画了一幅看板 后来呢 这幅画呢 被提为 杰尔桑的看板 身价百倍 被收藏在柏林的夏洛登堡宫 当他完成这幅广告牌不久呢 就去世了 享年三十六岁 画朵以雅燕画文明 雅燕呢 字面上的意思是 献殷勤的情景 这种宫廷中呢 男士们对 属女献殷勤的种种姿态 表情 显现在得体的服装 优雅的首饰 关注的眼神中 他是一种描绘男女 谈情说爱 情调浪漫 姿态优雅 而情感表达细腻的 一种感性的画面 他一生呢 描绘了许多 宫廷原底的爱情戏码 他的画里呢 不断出现许多相似的 美女背影 优柔细腻 身影迷蒙 令人好奇 其中最有名的杰作 就是西提岛的巡礼 西提岛呢 是希腊神话中的 一个想象岛屿 是爱神和诗神 所游赏西系的地方 这幅画 是画着前往这个岛屿 游览的一群贵妇 构图非常华丽 也充满了诗情 和想象的空间 这幅画的灵感呢 据说是来自于 丹库尔的一出喜剧 舞台剧 三个表妹 最后一幕 村庄的男女 穿着圣装 唱着歌 到西提岛 巡礼朝圣 西提岛呢 在当时 被当成 希腊神话中 爱神 维纳斯的发源地 这幅画中呢 众多的小天使 拿着剑 到处乱射 因此呢 年轻的男女 乘坐着金船 来到此地 一定 可以找到 理想的伴侣 回去 这幅画 由幼至左看 好像是男女关系 从刚开始 发展到结婚 生子的过程 画中 第一对男女 男生 跪在地上 在女生 耳边 说悄悄话 女生 轻轻地 把玩着扇子 小天使 没有穿裤子 光着屁股 坐在箭筒上 拉着 女生的裙子 这象征着 男女的 欲望 第二对男女呢 男生用双手 拉起女生 已经熟络着 代表某种程度的默契 第三对男女 男生用右手 搂着女生的腰 但是女生 回手 看着另外 两对男女 好像有点懊悔 而脚边 代表忠实的小狗 好像要诉说着 怎样的心情故事呢 每个人的脸 都红通通的 好像喝了酒 仿佛告诉我们 爱情 稍重 急事 也告诉我们 玩乐的时光 过得特别的快 虽然这幅画 大部分都是风景 但视觉的中心点 是这些情侣 让画朵 擅长的雅燕主题 表现得特别突出 这种呢 在大自然中 享乐的画风呢 在洛科可时期呢 非常的流行 却很难得的 表现出 这样细致的人生风景 西提岛巡礼 从创作发表之日呢 就收入皇家美术学院 直到今天呢 仍悬挂在罗夫公 法国绘画的回廊 位居洛科可绘画 高峰的象征 洛科可 轻盈 精细 柔美 粉溺 女性化的风格 反映路易十五宫廷 生活与上流的社会呢 洋溢着愉快而优雅的 爱情场景 不仅是时代风尚 甚至是法国女性的 文化特质 在近代以前 对于画家而言呢 除了历史化 宗教化以外啊 足以让画家们 可以赚取到 生活费的这个绘画主题 就是肖像画 然而 画朵笔下的肖像画 却与传统的肖像画呢 大大的不同 因为他的肖像画 并没有如洛科可画家 布雪 弗拉格纳尔 新古典主义画家 安格尔 那样的内容 如归房中的首女 夫人 或者社会名流 对于画朵而言呢 他的肖像画 近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 宗教绘画的表现手法 将真实人物呢 描绘于故事的情节当中 仅有少数的作品呢 为特定的个人所制作 如谭吉他的梅子坦 其他的都是群像 并且都以凸显 中央人物的构图 手法呈现 譬如小丑吉尔 及意大利喜剧演员们 在小丑吉尔这一幅画中呢 画朵将吉尔孤立的安排于前景中 吉尔高大的身躯 孤零零的站在画面的中央 孤孤单单的一动也不动 安安静静的像个傻瓜一般 两臂呢很笨拙的垂在身旁 两脚略微分开 头呢缩在脖子里 以茫然而略带忧伤的眼光 望向观众 面容表情 与脚下其他四名演员 正活跃地在戏弄一批 挂着绒球的驴子 形成强烈的对比 画朵这一种独特的表现呢 也扭转了一般人 视若可可艺术为缺乏深度 只知道讨好上流社会的认知呢 很大的不同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这幅画并非是画朵的自画像 但是人们仍然感觉到吉尔与画朵 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这幅画中呢 吉尔的形象 不仅简单地表现了一个戏剧人物的形象 而且是表演了一位戏剧人物 特有的深刻的情感以及忧伤 还有生活中矛盾的感受 这幅巨型的油画呢 是画朵唯一的 以真人的大小尺寸 所描绘的人物形象 如果说 后来布雪、弗拉格纳尔、洛可可画家 描绘的是适应王室、贵族 需要的奢侈、盈役的场景 画朵可以说是 透过一个艺术家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 他描绘的是艺术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 这一幅画作呢 没有典型洛可可那种任意幻想的华丽画面 他的作品 小丑吉尔 表现的呢 就是一个在矛盾的世界中 不知所措的小丑 画朵 画风呢 一大特色是构想丰富 色彩协调 表现了情绪的升华 在技巧上呢 他着重于自然的观察 他曾说呢 自然的美 是要从自然中描绘出来 画朵于1721年过世以后呢 他的朋友将他的素描 油画的作品 请人制作成板画来出版 后来才发现他的作品原型呢 都有来自于这些素描的习作 这些人物呢 有歌剧的演员 也有韦罗内赛 卢本斯等大师作品的一部分人物的构图 背景的云雾 也有达文西的晕途技法 配色 有着威尼斯画派的风格 他爱好法国和意大利的喜剧和田园剧 时常呢 从这些戏剧里 汲取绘画的题材 他的有些作品呢 仿佛是在梦中呢 来看真实的人士 画面上那些欢乐人们的身上呢 都带有带着忧愁的影子 这就反映了他对人间生活的深刻 透彻的观察力 最后为您介绍 法国洛可可风格的第三位画家 夏丹 夏丹 1699年11月在巴黎出生 被誉为法国最伟大的进物画家 1728年8月 夏丹在美术学院青年作品展 首次展出的作品 瑶宇和冷餐台 一个月后就被学院接纳为皇家绘画和雕塑学院的院士 与画朵画作中贵族轻浮而异乐 奢侈淫逸的生活 还有布雪画作中色彩 艳丽 人物 娇媚 充满煽动性的享乐主义不同 夏丹 喜欢并致力于中产阶级的简单和普通生活中 可以见到的事物呢 为主题 如厨房用具 蔬菜 猎物 甚在篮中的水果 鱼等 这种直谱 静谧 且耐人寻味的进物画呢 与当时的艺术主流 形成强烈的对比 目前呢 典藏于罗夫宫的铜壶和烟斗鱼酒杯 这种以厚图和晕染法 做出不同寻常的粗躁质感 不佳装饰的这种朴实形体 是夏丹艺术的明显特色 当时呢 艺术绘画魏阶呢 将进物画 视为魏阶最低的作品 但为了生计 夏丹呢 也画了一般较能接受的风俗画 从现温馨田径的中展阶级的家庭生活 而无半点的交柔造作 姚渝呢 是夏丹1728年8月 在美术学院首次展出的作品 夏丹就因为这幅画的关系 在展出一个月后 就被学院接纳为院士 如此轻易地被画坛上 最具权威性的机构 吸收成为学院成员 是非常罕见的 在这一幅进物画里面呢 一条被开膛破腹的摇鱼 大剌剌的掉在画面的正中央 白色的鱼杜上呢 那两颗鱼鳃看起来就像一对眼睛 让这条鱼瞬间呢 被人格化 犹如一张诡异的人类笑脸 让我们忍不住多看极眼 另外在鱼皮上呢 还画出这种海中生物独有的年华感 露出来的内脏呢 也油油亮亮的 再加上旁边那个铜制平底锅的光泽 这些细节呢 和背景那面石墙的粗造质感 可以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透过表现物件的不同质感 来展现画家的记忆呢 一直是创作进物画的一大重点 而怎么摆设这些物件 是画面构图的关键 所以呢 也是画家必须思考的事 进物画里的世界呢 不会是那些东西本来的样子 而是经过画家那一对 艺术家之眼 精心成色的结果 在鸯鱼这幅画里面呢 夏丹把器皿呢 都放在右边 石材放在左边 鸯鱼呢 则正好在这两堆东西的中间 但是 在那一堆的石材里面呢 夏丹又画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猫 它拱着背 站在一堆生蚝上 为记物画呢 加入了一种崭新的动态 夏丹的饭前祈祷 与其他的作品不同 不容置疑的呢 充满了浓郁的感情色彩 画中的女人呢 可能是母亲 也可能是一个女仆 因为 那间房子的布置呢 显然是属于 有钱的资产阶级 而她的衣服呢 却显得十分的成就 年幼的女孩呢 在饭前祈祷的时候呢 犹豫不决 双手虽然紧握在胸前 抬头望着她的母亲 另一位年长的女孩 也以同样的表情 注视着她的妹妹 十八世纪的画家呢 在刻画儿童的技巧上 没有一个人 能与夏丹避美 夏丹 再次的把背景处理成 柔和的暗色调 让人物穿上 以浅色调为主的服装 使人物和桌布凸显出来 夏丹呢 再次的采用厚图 和晕图结合的技法 使画面显得厚实 粗糙 如此一来呢 就更接近现实生活的质地 夏丹这一幅饭前祈祷呢 虽然年代已经很久远 画面呢 已是列文斑斑呢 但并不妨碍它寄生于 十八世纪 风俗画中呢 最受宠爱的作品之列 夏丹没有洛可可画家 一贯流畅的笔触 在那个时代呢 多数的洛可可派的画家呢 都在创作色情 和以神话题材为主的作品 御用画家布雪 用来装饰宫廷的浮华艳丽的作品 已经属于畜类拔萃 而画夺的游乐园 也已经达到巅峰的境界 非他人可以比较 夏丹 以简朴无华的纯艺术造型 不刻意迎合当代的欣赏口味 获得现代画家最大的赞赏 难怪批评家说 静物画确实是夏丹最擅长的作品 它使这种二流的油画呢 形式提升到最伟大的艺术境界 哲学家 丹尼迪德侯第一次见到夏丹的话 便惊呼 这才是自然呢 我是Rudy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两集 名画背后的故事 若可可专辑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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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